293天,足足等了293天 球迷們終於可以入球場支持自己喜歡的球隊了 兩支老牌球會是精英杯分組賽碰頭 藍衫的東方龍師在旺角長銅魚丸合演B組的榜首大戰有個好開始 盧卡斯在小禁區邊近底線位置被對方守衛擀跌,球證直指12碼 狀態大勇的新組操刀令對方門將捉錯路 東方龍師開球10分鐘就打破疆局 近兩場接連大炒星巴馬進鋒和冠中藍區 球隊要報竭幕戰被魚丸絕殺的一敗之仇 真是要打醒12分精神 對方在俄眉月地球抽射出界,不足以考驗門成增能揮 埃華頓上場鬥藍區弄傷,以後一格踢進攻中場的新組 和助攻王利馬這對雙核發電機不斷為踢勝箭頭的盧卡斯炮製機 踢到37分鐘,終於又收獲了 開季頭三場都吃白果,盧卡斯今場終於找回射門鞋 扎偉抽遠處入,連主帥李志堅都拍攔手掌讚好 東方龍師帶著兩球優勢回更衣室 球隊首場已經領教過魚丸的死球戰術 今場吸取教訓零風對手 值得一提的是,上場打破球會在頂級聯賽最年輕出場球員紀錄的馬熙偉 和佔入街景的王力威和奧利華三個U22球員踢足全場 踢到身形不高的利馬,各球都可以在人場當中 攝到一個好位投錘公門,就指足球世界 其實沒事是不可能的 東方龍師維持2比0勝局到原場 連贏三場之後,勝常榜首